因为在年底还能有这样的盛会 让大家彼此有很多老熟人 弄再次聚在一起 然后有一种到了年末盘点 这一年工作的感觉 现在看到您说 王军还有马不庸老师 其实合作了非常多的作品 然后您和两位老师 也是非常业内很资深的老师 您和两位老师 一起合作的感受 和马老师没有很多次合作 但是我们之前在朋友介绍一下 就认识了 然后这次是第一次合作 王军老师我们合作了两次 他们俩都是非常有知识 有趣的人 但是他们不太一样 感兴趣的领域 王军老师是一个 非常会设计情节的一个职业编剧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 目前编剧里面的佼佼者 他也是一个思维反应非常快的人 而且他的爱好也很年轻 经常我们一起玩游戏什么的 然后马老师呢 就是对于历史的方面 他是非常大的一个知识储备 然后他写的一些东西 是很具有历史人文的一个价值 然后反正演他的戏挺长知识的 因为我们这次是可能 我是第一次演他的戏 他好像也是自己第一次当编剧吧 所以还挺特别的 因为以前马老师的戏都是别人去改编 这次他因为题材比较特殊 《显微镜上大明》是一个 一个关于限制里面税收的一个故事 所以可能他认为改编难度比较大 所以他自己亲自上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剧本的呈现 也是有挺多的交流的 就是马老师写的那些台词 就是经常你得去 重新去查资料 你才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他经常给我出来的第一本剧本 里面那些术语是我们看不懂的 所以每一个东西都需要去很多的核实 之前跟马老师有张梗图 就是我们就是在大概19年吧 还是18年 我们在一个活动上 然后有秦明 然后马博公还有猫腻 我跟他们三个人合了张影 然后后来跟马老师合作上的时候 就说这个作者极齐了 然后您今年就也在警察荣誉当中 饰演了一个 也是一个小民警的一个角色 这可能跟您过去就饰演那种古装的 男品大男主的角色不太一样 然后到底为什么就是说 想要来挑战一个这样的角色 第一我觉得小人物的剧本写好了难得 然后我是接到这个剧本 读了第一遍之后就很喜欢 我一直很期待一个 讲基层排出所的一个故事 就是从我演了法义秦明之后 我就对于更基层的一些工作 产生了兴趣 就觉得可能看到的一些刑侦题材 里面的警察形象都太过高大上了 就没有讲说更基层一些警察的故事 所以一接到那个剧本的时候 他的本身题材选择上就是击中我的 就有一种我等了好多年 就看到这个剧本了 然后再往下看下去 就是觉得这种基层小人物的一个 整个排出所的群像 其实想写到这样高的质量是很难得的 所以就很顺理成章就接了 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那肯定是完全是两种方式 因为古装有的时候是 你建立一个想象去覆盖观众的想象 就包括我们有一些所谓IP改编 其实可能小说读者 他自己已经有一个想象了 然后你在构建那个想象 可能会跟他原来想的不一样 因为没有人能钻到别人脑子里去 对吧 但是只是说作为导演编剧演员 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构建的这个东西 尽量的是一个成系统成逻辑 它是合理的 然后它是一个有审美意象的 来去覆盖掉说小说读者原有的那个想象 但是警察荣誉这种现实生活的戏 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大家都不是想象 这是现实 就你表演那个形象 大家是生活中是见得到的 所以难度不一样 因为一个意象你想象出来 比方我看了一本小说 我想象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 作为读者的角度 他很多时候他只是一些片面线的形容词 或者说他是很感性 很没有具体的 但是如果你说你去演一个片景 那没准我就认识一片景 你演的跟他 就是跟我知道的不一样 所以说观众对这个会更严苛 您就是为了饰演这个角色 是否也有多去观察一些生活和现实当中的 这种小角色 对就是你生活中 其实会跟基层也会有 也会有这个交流 不管是就是从小到大 你发生点什么事 你人生中总会有跟片景打交道的时候 不管是你去丢了身份证还是什么的 还是说处理一些小矛盾 或者说发生了一些小的事件等等 所以说其实过往你是有生活经验积累下来的 而且就是这个完了之后 我们要去做功课 我们当时导演安排 我们在山东跟基层的民警交流了很久 我接到剧本之后 完了之后第一件事我去看纪录片 就是我就看剧本呈现出来的质感 跟纪录片呈现出来的质感是否一致 对我就看那个 而且我当时是把那个推荐给全组看 有一点对 因为可能他追求的就是写实 但是可能剧跟纪录片的要求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这是题材上的 但是从整个呈现的底色来说 我当时就认为应该是有相似的地方 您这是在《明龙少年》里面 又饰演了一个高三的教师 是您第一次挑战这样的角色 对《明龙》这个剧本一开始 我给我的时候大概了解了一下题材 我就没太当回事 因为我觉得人家找我 我说找我演个高中生 是不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说你错了 找你演老师 我说那我得重视起来 然后那是第一次挑战这样的角色 对 然后就为演这个角色 有没有就是回忆一下 可能自己当年跟老师之间的一些交流 有啊 但是我觉得可能《明龙少年》里面讲了一个 其实挺理想化的一个师生关系 我觉得可能能建立起这样师生关系的 都是非常幸运的老师 跟非常幸运的学生 所以他可能并不是说一个常态的 就是讲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 他还是有点热血的 但是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像我小的时候也会去崇拜一些 很棒的老师 很棒的大人 都会有那种憧憬 就是说因为一个孩子 你看到有一些 自己觉得很棒的大人存在 其实是让你对自己的未来要成长成什么样 或者说对你未来觉得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期望 学生都会把一个那种 真的能对他们感同身受的老师 会视作一个偶像或者朋友 所以这个是我挺想塑造的一个形象 就告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就是说社会上并不是那么糟糕 就有你可以去当做楷模 或者你会觉得不是那么无趣的一个中年人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高三教师 因为大家很认识高三老师都是 他是一个非常规的高三教师 那您能简单跟我们透露讲 怎么样的一个教师 讲多了可能容易剧透 但是我就是说这个人的本色 可能是很疲惫的 然后但是他骨子里是热血的 但我们整个故事呈现的 可能是他已经遭受了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 所以我觉得整个明龙少年的故事 是关于老师和学生的双向奔赴 他想要改变这些孩子的人生 但是他其实也有别的很多的困难的地方 然后也有很多成年人的困扰 中年危机啊等等的 但他同时他的这种热血 打动了一些原本对于学习 对于高考可能已经放弃了 很麻木的一些学生 然后但是反过来这些学生 也在激发他找回当老师的一个初心 那你希望未来您的孩子 未来遇到这样的老师吗 那家长会不会吃醋啊 我觉得家长可能是吧 然后这次挑战这个作者 然后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对自己一些突破或者挑战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形式 就是不太常规电视剧的 然后它里面的时空线 在观影的角度上是完整的 但是在演员处理的时候 是非常不完整的 就是我们经常可能某一场戏的后续 要在七八集之后你才看到 说原来后面还掩藏了一段故事 所以其实在做功课起来 是有一个这样的挑战 通常我们可能觉得 连场戏就在前后左右 不超过两级距离内 但是他经常是每一个中场戏 都在很后面还有伏笔 所以就需要对剧本 整个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吧 然后与此同时呢 就还是希望 给他更多的真实的质感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讲说 如果这个戏的那个大前提 特别的实 就像好像警察荣誉 他可能目标是对标 可能都是像纪录片一样的质感 那我们可能就要赋予人物 一些更明显的特质 就是因为虽然是平凡的人 但是要让人记住的鲜活的符号 但像明龙可能是说 他的大前提建立在一个假定性 少数的人物形象 就比方说并不是有 那么去特别的老师 不是每个学校都有 那么所以我们可能就会 更希望说让里面的情感 都特别的真实 通过细节真实 来完成整个一个 虚假的一个假定 也不一定吧 但我觉得可能每年 我都会调整自己的状态跟方式 可能而且跟剧本的要求 跟整个题材的选择 和人物的要求也都有关系 比方说明龙 我可能就会希望更放下 更灰色 就是我希望让整个的氛围 烘托出来 而不是着急去表现什么 我们生活中可能见到很多人 就是你是一眼看不透的 就是他没有一下子 就表现出来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可能希望雷鸣 这个人物上有这样的模糊性 让大家慢慢去了解 就是说他是一本 翻不透的一本书 对 他跟李大维肯定不一样 警察荣誉就是说 李大维就是一个 你跟他见面三分钟之内 你就知道你将来会被他烦死 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他遇到什么事 他都瞒不住 他明天你就能知道 他家里出什么事了什么的 所以这个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雷鸣会看不透的东西多一点 其实您有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 都已经展现在观众前面 未来还有没有想挑战一些新的角色类似 比如说像警察 法医都演过 对 您说的这个是职业 但是可能就是职业 它不等同于人物嘛 对吧 就拿警察来说 你看之前可能没少看 关于刑侦题材的剧 然后也没少接手过那样的剧本 那有些都是聚焦于说案件之中的 那样的一个警察形象 可能跟基层民警的形象 就完全两码事 主题利益和人物塑造都不是一回事 所以可能不局限于职业吧 可能想塑造更多不同底色的人物 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 对吧 就是他的经历 比方说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老师 我们这次演的老师 他不是一标准的老师 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然后他出场的时候 心理的状态比较灰 所以可能就是这个 可能就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 而且也确实是我目前演的角色里面 设定年龄比较大的一个 然后跨度也是比较大的一个 然后您今年就是在《大侦探》 然后《蜜桃》里面 也有非常惊艳的一个表现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您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 然后这样推理之神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您今天在综艺里 有没有积累一些经验 今年的过去的综艺 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然后《大侦探》第七年了 然后马上还要开始第八季 这个就是一年一度聚会了 然后另外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然后明年就看吧 就是有什么喜欢玩的 或者是想做的事 然后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 比如说又是破解出很多 这个就是看状态了 就是有的时候 你就能正好想到节目组给你出的难题 有的时候就想不到 没有办法 就看当时能不能想到 而且我们要允许人的年纪 随着年纪增长 智商可能有所下降 我觉得我智商在下降 真的我去做了测试 我智商下降了 从145变成142 真烦 最近在忙些什么 然后未来有哪些新的工作和生活 最近就是在家里休息 然后时不时的去录一录《大侦探》 开始了 然后我之前也说了 可能是希望一段时间去休整 然后最近几个月 可能不会做什么新的尝试 像《大侦探》也是很熟悉的家庭聚会了 然后调整一下状态 回忆一下晴云年的状态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重新讲那一段故事 希望大家都能蒸蒸日上 然后平平安安的